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我想要帶自己去放鬆一下 因為我已經好幾個禮拜都沒有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吃飯 每天都在工作班家工作班家工作班家 那最近這個月其實我都是用1010HOPE他們家的保養品 那不同於百貨公司大家耳熟能詳的那種專櫃品牌 他們都是選用來自世界各地比較天然啊 對環境友善或是不支持動物實驗的一些品牌 那這罐眼霜是Elemental Herbology 你不覺得長得非常可愛嗎 而且我很喜歡他是這樣壓的 因為很多眼霜是你要這樣手進去挖 就比較不會沉 這個這樣壓出來一下就有了 那這個品牌他是來自英國倫敦 然後主打就是結合東方五行跟西方的方寮的保養品 所以他的味道聞起來其實還蠻療癒的 那這個眼霜我是算混合肌嘛 其實我用起來覺得蠻剛好 不會太不滋潤 然後也不會油過頭 所以其實白天我也都會用 因為有些眼霜如果太油 白天用可能會下面很容易浮粉什麼的 這個就倒還好 精華跟最後的乳液我都是用這個法國的品牌 叫Absolution 然後他們家都是用很多野生或天然的直萃原料 然後這罐精華叫水量緊緻精華 他的味道非常好聞 超級好聞 你們看他的質地 是有點橘色透明狀 他聞起來 有一種 怎麼說 維他命C嗎 的感覺 他的成分其實是有包含 蘆蕙啊 接骨 木花 含羞草之類的 然後他的質地是屬於非常非常清爽 很容易就推開也很容易就吸收的 因為我自己精華其實還蠻喜歡用偏清爽一點 然後最後再用乳霜把它鎖住 這個味道真的好聞到 就是有時候會上個兩三層 太舒服了 然後這個我其實真的用的蠻熊 這一罐幾乎已經快要空瓶了 這樣長期用下來 你會明顯感覺到你的皮膚彈性真的提升 然後摸起來真的會變嫩嫩的這樣 然後這一罐平衡調理乳 他也是算是清爽的乳液 不過這一罐的味道他就非常非常的草本 就是真的很草本那種 我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然後那種不太黏膩的質地 我覺得非常適合當早上保養的收穩 因為我自己用了一個多月 完全沒有跟任何底妝打架 這店我真的非常喜歡 好那我現在趕快上個妝換個衣服 等等見 完妝 衣服也換好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去吃個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我想去逛個美術館 或是有一間很特別的店我想去看看 還沒確定 看心情 我們先去吃一間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也長得很漂亮的早餐 我要一個那個九層塔豬排蛋糕 九層塔豬排蛋糕 對 然後加一個套餐 加一個套餐 然後點心我要 可以加 夠這個 可以啊 那明顯做了它會稍微一下 好 謝謝 350元長 謝謝 謝謝 嗨 我決定今天的行程就是去中泰美術館了 想說我已經埋沒在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世界很久 可以去吸取一下新的東西 然後晚一點我要去弄頭髮 讓自己改頭換面 因為現在已經12月底了 想說可以趁新年要來之前 整頓一下自己 順便 就是讓我自己看起來像個人一點 因為我最近頭髮下面真的黃到不行 然後完全沒有空來弄 就趁今天了 我要一杯熱拿鐵 中杯的 好 這杯不然加寄杯嗎 是可以寄在裡面 嗯 好 那會員點的話是 登登 登 登 我剛剛本來上網查 中泰美術館下有什麼展可以看 結果發現他這個月居然在修館 所以今天的計畫改變 決定帶大家去我本來想去的另一間店 叫做BHT唱片行 它裡面就是有賣很多那種比較大的 復古的唱片 然後也有咖啡啊飲料甜點那一些的 雖然我剛剛喝完一杯咖啡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去看看 哦 我剛剛變成了 請問一下 好 可以 今天最後一站就是要去整理我的頭髮啦 白羅威剛剛那家咖啡廳兼唱片行 覺得很讚 超安靜的 我下次想去那邊工作 欸 還在工作 已經很想燙了對不對 下面超黃的 還是這邊稍微剪掉一點 我覺得可以燙啊 可是燙完可能它 它不會維持太久喔 然後以頭髮爆掉為主 我有稍微找 隨便找 反正就是上次年有時候燙那種很自然 對 很自然 就是要捲不捲 可能就這樣而已 對 我們應該可以比它好看一點 比它好 所以妳很想燙很想燙 對啊 就可以燙 可能 反正就是三年喔 換掉就快掉就剪掉喔 反正應該應該只有這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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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圍三年 終於又看頭髮了 好開心喔 然後他幫我把髮尾也染生了 看起來髮質變好很多 然後現在要回家啦 好如何 我卸完妝 現在要用這個是NYR的洗面爐 叫做玫瑰草淨化鹽鹿 NYR這個品牌它的創辦人是一個老師 那這個品牌主要是透過支持有機農法 公平交易 綠色科技等等的 來開發他們的護膚品 那玫瑰草它雖然跟玫瑰只差一個字 但其實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本來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覺得玫瑰草的味道非常非常療癒 很推薦大家去櫃上聞聞看 然後差不多擠個兩三下 然後加一點水 很容易就起泡了 這一罐它本來是標榜給混合到混合偏油肌的人使用 但我自己在冬天其實算是混合偏一點點乾 我用起來也完全不會覺得有任何的乾色感 因為他們主打洗出髒污 但是不會帶走我們的天然油脂 所以洗完其實臉是乾爽 然後帶有一點點保濕度的 然後跟早上也是一樣的精華 不過晚上的時候我會加入幾滴這個NYR的玫瑰保濕精露 它其實就是一個油類的保養品 這樣可以增加它的保濕力 如果你是很乾肌的人 你也可以加一點點到你的粉底液之類的 都會變得比較服貼 然後有時候我會搭配這個 Absolution的黑浴按摩滾輪 除了可以加強保養品吸收 有時候邊看電視邊這樣滑也蠻療癒的 然後我用這個大的滾輪滑臉頰 然後小的這邊我會滑鼻翼這裡 讓鼻頭看起來窄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最後呢 就是一樣 這一罐調理乳 剛做最後的鎖水 如果你想要更加強保濕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一部 換成對你來說滋潤度更夠的乳霜 但目前這罐對我來說其實還蠻足夠的 好的 保養完成 除了這個口罩都很煩 應該看起來還不錯吧 好 那今天的一人之旅就到此結束 希望你們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按下下支影片見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